大S与王小菲离婚后 一举一动还是备受外界关注 日前大S指出 王小菲没有履约给付生活费 申请强制执行王小菲的财产750万 而王小菲也对大S提出债务人异议 并申请停止强制执行 对此台北地方法院也在27日 公布一审的宣判结果 不回王小菲的诉讼 法官认为虽然王小菲主张 有按照调节笔录 一金多付没有基钱问题 不过双方所约定的 定期订额扶养费 其他应给付之时报时消费 是各自独立给付的债务条款 而且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11月 王小菲的确都没有支付 所以法官认为大S申请强制执行李 因而驳回王小菲的异议申诉 消息一出网友纷纷笑说 将来可能会气疯了 也再度于网上一起热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